24號早上七點多殺戮三明路往大雅方向 上班期間到了路口 一名女騎士被電線勾到 往前翻了好幾圈 後車馬上緊急剎車 也被彈起了電線掃到 重心負穩差點摔車 39歲的零七女騎士倒地後 沒有起來 其他人趕緊幫忙打119 送一後女騎士四肢多處骨折 爐內還出血噁漏 被送到家戶病房 幸好意識清楚 汽車應該在那個人口蓋它附近 這兩天風都很大 事發後地方有線電視業者到場處理掉落的電線 不過路過騎士表示 當時電線垂落 有警車停在分隔島 但三角錐只擺在快車道 也沒有遠景在現場指揮 加上風大電線就這樣吹呀吹 害人摔車 這條電線同時間 也不只害一名騎士摔車 同一個路段對象 一名陳姓男騎士 行駛在中青路七段往殺戮 也被電線勾中 瞬間倒地 頭部手都有擦措傷 風大導致行車安全 也發生在苗栗 苗栗竹南科學園區有騎士騎在路上 結果風太大 越騎越偏 直接撞上中央分隔島 二三號下班時間 竹南科學園區一整排騎士 被風吹的靠在路邊 根本沒有辦法牽車 機車有的也被風吹倒 苗栗大同高中也出現風大災情 二三號下午三點多 大同高中操場 風一刮跑到表皮 瞬間像虎皮蛋糕一樣 被扒掉整片吹走 二三號苗栗吹起了八到十級震風 也因此在各地造成災情 TVH的陳其勳 蘿維新 謝古今 SNG小組 苗栗台中綜合報導